当一种东西越用越少 就很值得珍惜 电动车的电量就是这样 对于大部分普通的电动车 都会存在续航焦虑 电量都做不到 肆无忌惮地随便用 因此车主还是比较在意要省电 那么电动车该怎么省电 骑电动车快和慢 哪个更省电呢 小行家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 如果想要省电 控制时速就是最好的方式 但很多车主其实没有客观的认知 骑电动车是越慢越省电 还是越快越省电 但其实这样的答案想要得到 并不难 只需要通过接上万用表 测试不同时速释放的电压 就知道耗电情况 当我们接好万用表 把车把拧到车辆可以行驶的位置 这个时候车辆时速是比较缓慢的 而这个时候 万用表的电压为1.8伏特 当我们接好万用表 这个时候把转板拧到底 代表车辆是最高时速行驶 万用表得到的数据显示 电压为3.6伏特 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当电动车全速行驶的时候 电压是慢速行驶的时候一倍 这也意味着电动车骑行 肯定是越慢越省电 当然 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 肯定不是越慢越好 那么 保持什么样的时速最合理 小行家给出的答案是 20至25公里 每小时匀速行驶最合理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有两点依据做支撑 第一点是关于出行效率 电动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 出行效率很关键 但时速过慢 保障不了出行效率 当然 过快的时速不仅安全隐患高 骑行也更加耗电 因此 20至25公里 每小时行驶 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点是关于省电 从多种测试来看 如果电动车 能够保障 匀速20至25公里 每小时行驶 是最为省电的 我们可以依据 各大品牌公布的续航里程 基本上都是 以这个时速进行测试 而厂家是最了解电动车的 能用这个时速测试 必然说明 这个时速可以把续航最大化 通过测试可以看到 电动车骑行快和慢相比 一定是骑得慢更省电 这也是为什么 当电动车快没电的时候 慢慢骑会发现 能骑很远 但如果车把拧到底骑 很快就没电 而骑行时速 建议是保持在 20至25公里 每小时行驶 这个时候出行效率有保障 并且会更省电 当然 骑行省电 最为关键的是匀速 车主要尽量避免紧急刹车 快速启动 这样才能让您的电动车 比其他人骑得更远 那么 对于电动车骑行 您个人感觉是骑得快省电 还是骑得慢省电呢 都欢迎大家评论 一起交流